第三呢 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广泛世界影响力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从重的下面看呢 我们说历史悠久 从横向看呢 我们说影响广泛 亚洲更远的欧洲都曾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首先表现在对亚洲国家文化发展的导演作用上 朝鲜是最早接受我们中国文化的亚洲国家之一 那么其实早在秦汉以前呢 我们国内的古文献中间就有了中朝文化交流的记载 秦汉之后呢 中国的儒学汉字算学等等 陆续传入朝鲜半岛 推动了整个朝鲜半岛地区的文化发展 其实啊 朝鲜半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 一直使用汉字 那么从20世纪四年的末期以后呢 才开始陆陆续续的推行所谓的去汉字化运动 那么直到80年代以后 才完全实施今天的所谓的全英标式的韩文的字化 日本呢 是在文化兴起之时 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一个国家 中国早在我们的汉书地理制中间就有这样的记载 说服东浪海中有窝人 分为百余国 以遂时来献剑 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国家叫窝国 有分个很多小诸口国 然后每年经常来朝建 东汉以后 尤其是隧唐时期 中国的政体 政治 军事 文字 历史 宗教 哲学 等等 传入日本 直接推动了日本社会文化的长逐进步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朝鲜半岛 日本之外 像东南亚的越南 泰国 新加坡等等 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成为汉文化圈的重要构成 中国传统文化的辐射力 最远就达到了中亚 乃至是欧洲 对整个世界文明历史的发展 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英国哲学家培根 他在16世纪末的时候就认识到 印刷术 火药 指南针 说这三种来自中国的发明 已经在世界范围内 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 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 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 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据的变化来 到了19世纪的60年代 马克思更是认为 这些来自中国的发明 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降临 马斯说 火药 指南针 印刷术 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火药把歧视阶层炸得粉碎 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 并建立了殖民地 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 总的说来 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 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 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对欧洲 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我们知道 欧洲曾经大量进口 中国的丝绸和瓷器 而在丝绸和瓷器上面 都有精美的美术绘画作品 所以中国的美术 艺术这些形式 也就随之传到了欧洲 为西方艺术增加了一抹 我们中国的神韵 那么在文学方面 中国的小说 诗歌 戏剧等等 也都获得了 外国学者的高度评价 比如说 四大名著 小说 这都翻译成了 多种文字来传播 肇事故儿这部